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消息 好的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影视周将开展电影大师对话 2019亚洲电影展 亚洲优秀电视节目展映等主题活动 17号 上海 广州 西安等城市进行了亚洲电影展映等相关活动 阿富汗导演优素福巴拉基的作品《米娜向前走》 作为亚洲电影展上海站的开幕影片 在上海天山电影院展映 这是导演优素福巴拉基的第一部故事片 用了19天拍摄完成 获得了2018年上河组织国家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我觉得展现不同文化的电影 它能反映本国的文化 尽可能地展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 从而从特性中发现共通性 展映期间 观众可以通过主办方精选出来的 来自13个亚洲国家的17部电影 更好地了解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 风土民情 感受亚洲人民的情感和生活 领略亚洲电影多元的文化特色 以及亚洲各国的发展成就 而作为内地大荧幕上 难得一见的巴基斯坦电影 《家在婚礼》 则成为了2019亚洲电影展广州站的开幕电影 展映期间 广州站将围绕都市节拍的单元主题 展映17部作品 其中包括了荣获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的马来西亚电影 《分贝人生》等等 一场颇具中国水墨特色的舞蹈表演 拉开了2019亚洲电影展西安站的序幕 法籍越南裔导演陈英雄 带来了开幕影片《爱事永恒》 并与现场观众互动 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一直都在持续 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人类共同创造了很多伟大的美丽的作品 对我来说是一场视听盛宴 体验到了其他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精彩 据了解2019亚洲电影展主题为 《文明之光 银幕绽放》 将有来自三十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六十余部优秀影片参与展映